好像兩會之前很多概念股都炒了上來 好像農業環保等等 但見到今天跌市 但有些概念股都升 好像農業方面 農業股有沒有特別看好哪一種 其實農業方面 因為國家現在的政策 仍然會支持農民增加收入方面 所以他們也會從農民收成 收割效益去著手 我應該會看好機械設備方面 所以這類股份應該會有資金追捧 好像一拖 之前也經常說一拖 今天也不錯 升了0.5% 收報9元 其實累積升幅不少 其實一拖這些現水平 是否適宜買入呢 我覺得這個水位其實看回 因為其實這類型股份 它的派息就不是很高的 所以其實都建議可以觀望一下 或者等煤套再吸納 等它回一回再炒 現在好像弄得太多了 另外還有一隻光大 之前也經常說 因為它吃正的水 它發展垃圾發電 還可以政府支持 這隻股份也是 今天相當不錯 升了3% 收報3.91元 這隻股份又可不可以繼續追上它 即是最近不斷升 增加著 而且再加上它的背景也挺不錯的 所以加上十二五規劃 它有這個國策去支持 政府也會增加這方面的水利建設投資 所以這一類型是一定會受惠的股票 所以可以再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有興趣也可能 如果繼續追的話 這個水平都可以接受 因為其實它 接下來應該會有 陸續會有些項目會再增加 即是接下來的提示 我覺得這隻股份大家留意一下 另外講完石右股 因為之前大家也有留意中海油 它真的升得很厲害 曾經試過去年下半年 去到不知10元左右 現在又一直爬爬爬爬爬爬上來了 不過近來因為有些不太好的消息 都是因為伊朗和西方國家關係緊張 又禁運這個油 令到油價升 不過它最近有些回肚出現 所以跌到17元這些水平 其實接下來中海油這些 如果持有的 還未放的 是否應該趁現在這些水位都放一放 接下來都可能會繼續跌呢 其實你見到油價 但是它在100元樓上的關口 都站得很均勻 而股價跌的因素 我想是跟今天經濟的GDP下調有關 所以需求可能會影響一些獲利回套 如果看基本因素的話 我就認為可以繼續持有 因為這一類型的股份 它是做海洋建設的 所以它是做一些海洋陷探的 所以人門檻是較高的 沒有什麼競爭對手可以做到 順便說一些防守性比較強的板塊 因為現在市況都始終不明朗 可能會有些波動 可能有機會防守性強的 大家穩妥一點 那有沒有什麼建議可以推介給大家 那我就會覺得可以留意一些基建股份 或者是一些例如是長江基建 以及一些utility 或者是電能實業這一類型的股份 為什麼會選擇長江基建 因為其實它那個 你看回它的收購項目的資產 其實是在海外的 亦都是在英國、加拿大、澳洲都有的 所以對分散風險是很有幫助 而且它的派息是很穩定的 好 麻煩你了 Kelman 今天這麼詳細的分析 今天我們就叫了這個 叫做香藍梳打 我來喝一杯 做香藍梳打 我不知道 Kinda是一個 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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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